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们方舟来到了俄罗斯的一所大学校园里 这时出现了一个身穿西装戴着细边眼镜的男人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艺术家康定斯基 只见他行色匆匆地走进了教室 咦 是要去教美术课吗 从后门走进去一听 他讲课的内容居然是法律 难道我们找错人了 正在疑惑的时候 我看见了他的衬衫袖口 这下我确定了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因为在他的袖口上染上了蓝色颜料 下课铃响了 康定斯基急急匆匆地冲了出去 康定斯基先生 请稍等一下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急忙地向他喊道 我赶时间 有什么事跟我来吧 说着 他就走了出去 我连忙跟在后面 出了门后 我发现太阳都快落山了 康定斯基好像也发现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太阳 然后又加快了脚步 出了校园 拐过街角 我们一路跟到了他的画室 康定斯基推开门的一瞬间 我看见 夕阳从窗户上 斜斜地照进屋子 漂亮吗 康定斯基问道 嗯 太美了 好像所有东西都蒙上了 夕阳金色的光芒 康定斯基听了之后 点了一下头 但很快 他又用力地摇了摇头说道 你说的不全对 我觉得这些光芒 是这些东西自己发出来的 昨天日落的时候 我也在这里看见了这个场面 那一瞬间 我只能看见这些美丽的光 甚至看不清屋子里这些瓶瓶罐罐 和桌椅板凳了 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形状 说着 他坐在了画架前 画架前的这幅画 正是此刻夕阳中的场景 但康定斯基好像对这幅画不是很满意 一直皱着眉头 不停地羞羞改改 怎么了 康定斯基先生 这幅画不是已经画完了吗 我疑惑地问他 康定斯基摇了摇头说 不 这幅画只完成了一半 我画了半天 怎么画都只是屋子里的这些瓶瓶罐罐 追一板凳的样子 我根本没有把那些美丽的光线给画出来 我感觉这些光线 好像都被这些东西的形状给遮盖住了 我觉得这些特别具体的形状 根本就是在破坏我的画面 我不想画具体的形状了 我觉得艺术不应该只有一种方法 我要尝试新的方法 康定斯基的这番话 说得我彻底摸不着头脑了 不画具体的形状了 这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 在这之前 我们见过的所有画里 画的大都是有形状的东西啊 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画的是一个身穿黑裙子的微笑女人 赛上的镜物 画的是一个个红通通的苹果 甚至咱们自己拿起笔书要画画 画出来的也都是看出形状的 什么花朵呀 人物啊 汽车啊 等等 所有人的画里画的全都是有形状的物体啊 如果不画这些 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形状的东西 那我们画什么呢 康宁斯基先生 那你要画什么呀 我疑惑地望着他 康宁斯基皱着眉头说 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我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 能不画这些具体形状 就能表现出我想表现的东西 为了找到答案 康宁斯基直接辞去了大学的工作 把自己关在画室里研究 可是几个月下来 不但一点进展都没有 他还变得像个流浪汉一样 衣服脏兮兮的 胡子也没刮 就连眼镜上都是颜料 这一天 中午吃饭的时候 邮差给康宁斯基送来了一个信封 里面是一张音乐会的门票 原来是朋友看他一直把自己关在画室 就给了他一张音乐会的门票 想让他出去放松放松 恰恰是这场音乐剧 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音乐声一响起 康宁斯基的眼前 居然浮现出了他曾经画过的一幅画 悠扬的小提琴 像画里一笔飘逸的线条 低沉的南地音 像一块深蓝的颜色 这些音乐完美地表现了 他画中所有的力量 甚至让他再一次看见了这些景象 在他的脑海中 迸发出了自己的光辉 康宁斯基突然站了起来 不顾大家惊讶的眼神 一路跑回画室 他想 既然音乐只用最基本的音符 就能谱写出一曲曲震撼人心的乐曲 那么绘画为什么不能用最基本的东西 画出艺术家心灵的世界呢 于是康宁斯基深入地研究了 点线面和音乐之间的关系 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做点线面 他告诉人们 用点线面也能表现出 音乐里那样的节奏感和情绪 就像我们开头看到的那幅 由点点线线组成的画面 原来这幅画表达的 是康宁斯基的精神世界 和他内心的情绪 从此 康宁斯基就成了从 巨像艺术跨越到抽象艺术的第一个人 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好了 恭喜你获得了 康宁斯基的艺术能量 真厉害呢 到这里 你已经解锁了抽象艺术了哦 下一节 我要带你认识的这位艺术家呢 跟康宁斯基一样 他的作品 也是让人看不懂的抽象艺术 但他的抽象 跟康宁斯基的抽象 有着很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